全國人大常委副秘書長李飛一連兩日 在深圳出席三場政改再談會 李飛在第一日先後與港區人大政協 及四十多位立法會議員會面 包括獨立接見泛民議員 李飛重申 不堅持愛國愛港的原則 就是要擺脫中央 而謀求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 不可能有政治前途 改變政治立場才是最好的出籠 他又反駁泛民議員提出的國際標準 強調選舉制度不會為某些人獨身訂造 又帶早已在深圳報道 李飛第二場的座談會 對象是四十多位立法會議員 北上的泛民先後上前 同警官握手 及遞交民間政改報局 我們現在民間的投票 有大概八十萬人投票支持民生政府選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意見交給李飛主任 選舉人大常委會 李飛在會上就重申 中央在普選問題上有決定權 要糾正偏離基本法的討論 他說不堅持以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原則 就是要擺脫中央 將香港變成獨立的實體 用香港的一制來對抗國家 對抗中央 而謀求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 甚至改變國家主權實行的制度 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 轉變政治立場才是最好的出路 李飛說 泛民議員認為 中央不應該過分憂慮國家安全的問題 不過他就說中央的憂慮是有依據的 李飛希望泛民以最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 為政改尋找出路 他強調 無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或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 都不是以政團或是政治派別來劃善 對於有議員提出 普選要符合國際標準 李飛認為是似是而非 這個選舉規則 他對任何人都是統一的 他不會對某些人量身定錯 所以我講 畫線是以自己能不能出閘 來解釋國際標準 我覺得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 使大家容易陷入混亂的概念 李飛他絕點名評論 甚麼人是不愛國愛港 不能入閘 只是重申 愛國愛港並不抽象 誰不認同國家 甚至出賣國家都會表現出來 而泛民大多數都是愛國愛港 李飛和四十幾位議員見面之外 亦都應泛民要求 和他們單獨見了一個多鐘 李飛被記者問到 和泛民的分歧有沒有收窄的時候 他舉了一個例子 說自己向泛民的議員 解釋自己對於國際標準的看法的時候 有議員就形容自己是頓開茅塞 據了解 這位議員是文協的馮檢記 NOW TV記者戴祖儀在深圳報導